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本土确诊病例了 不少百工百业叙事待发要来复工拼经济 像是台中一家餐饮集团就打出了全部七九折的优惠 而另外中部一家连锁咖啡店 店内15个庄园的一季咖啡也会全面的满意送一 要来历拼消费的商机 新鲜海蝉草虾在铁板上间的滋滋作响香气四溢 马上信民众前来排队 中部这家餐饮集团庆祝新冠肺炎疫情 台湾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本土案例 推出新的铁板烤肉及烤虾服务 现间的牛炒虾还有现间的鱼排 让客人吃到原味的不一样的烹调方式 原来那边的铁板区大概只有针对 针对一般的铁板烧就是肉啊菜啊 那我们在这波的一个期间 我们的主厨们他们又重新 重新开发出我们的铁板炒虾 铁板炒虾我们就是 让更多的老顾客来感觉可以 让他们觉得说我们都在改变 利用疫情期间主厨们重新设计 并推出多养心料理 在恢复正常营业这一天 更打出旗下三家的百会 港点和小吃等全面七九折的优惠价 而餐厅也配合政府社交距离规范 座位加宽 满客数只拉到九成 要来先拼经济 基本上我们在一月的一个营业尔市还算正常 可是到了二月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营业尔大概减了差不多五成 那当然在这段期间我们也没有闲着 我们就进行一些内部 内部的一个所谓的 包括我们的组织架构的重整 然后包括我们的内部的人员的交易训练 我们整个现场的一些设备的维修还有提升 还有另外我们再开发出一些新的菜色出来 另外中部这一家连锁咖啡店 在这波疫情下 因为民众在家喝咖啡时间变多 业绩不减反增 为了慰绕辛苦的医护 同时庆祝临确诊 店内十五个庄园的一季咖啡也全面满一送一 每一种一季咖啡都有不同的风味 它唯一比较一致的是 几乎都是有花香跟果香 都不太都有各式各样的处理法 艳养咖啡艳养的处理法 水洗日晒 来我们这里有非常多选择 我想说这一次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不同国家品种的异计 所以我们在全省的门市都做买一送一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百公百业普遍萧条 成吉三个月之后充电再出发 祭出优惠促销方案 企业逐渐回复活力的同时 要全力冲刺经济消费 借李金阳台中菜坊报道